來我請教一下韋航 這社會另外一個反撲的力量 是柯文哲的爛帳 對 這當然不過剛剛講到 傅文哲他今天在國會啊 內政委員會要有新作啊 要求不能稱中國 疑慮要稱大陸啦 所以國民黨可能要改叫大陸國民黨 那我們來看一下柯文哲 這個 柯文哲啊最新的更新 我們來更新昨天到今天為止 最新版本的這一個 呃這個 比較算是梗的部分啦 昨天我們先來看金華城案 我們之前一直在講說 560 841路追上去 好 30%多出來其實是最近是柯文哲時代 他從392變560那是一波啦 不過那有艱遠的背景 昨天炒的主戰的梗 是新多出來的那50% 中間有30%容積是移轉的 另外有20%是獎勵 那20%的獎勵昨天齁 是工房的焦點 因為嘛 藍綠佔的絕大多數 藍營的都發局長被綠營問到說 你覺得這個會不會怪怪的 他也覺得有點怪怪的 這20% 因為他不是都市更新啊 要注意 金華城到底什麼時候落成 大家應該還有依稀的一項 納利風災的時候他才剛蓋好水就灌進去了 所以納利風災是1990年下半期的事情吧 才二幾年你蓋什麼都市更新 所以他一定不是都市更新 他就是經營不下去要打掉重蓋 好 那當然他就不能用都庚的相關的獎勵瞑目 其中20% 4%叫綠建築 8%是因為有電動車停車位 耐政標章再給8% 這完全是柯市府自己訂出來的給獎標準 他這講下去那是上萬坪的價值啊 可是重點是為什麼這個是合理的 可以超越上位法律就中央法律 而且等等其他人有沒有 對沒有啊其他人沒有啊 這是專門給他的 其他人不需要電動車嗎 不需要綠建築嗎 不需要綠建築嗎 而且他也沒有非常多電動車 不需要新的抗震標章嗎 對啊 所以為什麼他的特殊待遇 就是現在草就是說這個是不是 完全是因人設施多出來的 那當然大家現在就是在從監獄的這個 一月份的新的調查去做延伸的相關討論 另外呢昨天一樣 另外一邊北市科也有更新出一個新的東西 我們先來說 柯文哲最近碰到三大案爭議 他都只有一個戰術就是 啊就把會議紀錄調出來啊 這個會議紀錄調出來 就知道狀況是怎麼樣啊 好像拿到了會議紀錄 他就無敵了 問題是北市科案昨天晚上 被遊俗會抓到什麼呢 可能有會議紀錄是假的 好那他是假在哪裡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份 昨天發出來的聲明 這個是元大的人 元大人壽人 元大人壽人說 他們在109年的12月16號到台北市政府開會的時候 討論是內湖數位內容創新中心的BOT案 這兩位為什麼說他們是開這個會呢 因為他們之前有說 我們沒有開過北市科的會啊 可是這兩位呢 有出現在北市科案子的會議表上 那他們說當天他們兵荒馬亂 他們是有簽名啦 可是他們不知道簽的是什麼名 好問題來了 元大認為說他們沒有去開北市科的案 沒有被徵詢過 但是卻有這個會議紀錄 那請問這些名字怎麼上去的 是不是當時榆木混珠 拿了個單子給人家簽 簽了之後 你還甚至臨附密 臨附密去生出了一個會議紀錄出來 也就是說根本就是 去硬去套人家的簽名 去做出好像有這樣的會議紀錄 最後面就顯著說 北市科有徵詢兩家業者啊 那最後只有一家投標啊 實際上是不是從頭到尾都只有新方人壽一家 好這就是昨天補上來最新脈絡 而這個脈絡其實打到柯文哲蠻深的 蠻痛的一點就是說 柯文哲之前所有的牌都只剩下會議紀錄 可是你現在被人家做到你的會議紀錄是假的 那你接下來 欸台北市的會議紀錄是假的 欸對 要嘛就是元大你唬爛啊 要嘛就北市是假的 衝票可以用假的嗎 會議紀錄可以用假的嗎 對 那這個事情也很奇怪 因為那個林覆密啊 他現在到台中去了 他到台中去都說 這個就不發言 然後他就說不針對這個發言 就是請參考市府的說法去看會議紀錄 一樣說法都是一樣的 就是他也是就是 太多人鬼一般我們處理過這個案子 我們就說當年我是怎麼開怎麼開怎麼開 印象可能有誤 請大家去調當時的錄音帶 去調當時的什麼什麼 再調相關的應該是這樣 可是他選擇完全不正常 欸等等等等 一般人如果質疑我陳寗官這假的 然後事實上如果是真的 我就鬼扯我這是真的啊 對啊 那我有開啊 周韋航你是假的周韋航 你說這麼鬼扯我真的周韋航 我領錢都有簽名啊 不可能不簽啊 對啊你不能偽扎我的簽名去領錢吧 人家質疑你是假的 我剛剛剛好要簽一個名 人家質疑我要簽的名是假的 我說NO我剛簽真的 對啊 怎麼真假這件事情這麼yes no 都沒有辦法直接明確回答 所以現在藍綠的打法很巧 然後他說要嘛元大說謊 要嘛市府造假 所以鼓勵市政府去告元大 就是說元大這兩個人說謊 還發稿說他們沒開會 他們明明就來開 好所以當然啦 我打得猜我可不可以鼓勵北檢主動偵辦 這理論上始公務員登在不時 那這個其實是可以直接就辦了 那他們現在已經叫市政府去告發了 對啊 哈囉大家好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按下小鈴鐺